如果我们正确实,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都在最近的挑战中有的挑战。 我并不是只提到美国把英国进入世界大战, 但我相信今天的会议会是一个新的开始, 而且是新的。 英法领袖魁威武年举办高峰会, 英国首相苏纳克首先色我调侃, 谈到世俗赛的英法大战, 接着双方签入正题, 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, 并阻止俄乌战争的蔓延与全球化。 除了力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, 英法领袖会后发表超过8500次的联合声明中, 特别有一段谴责中国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, 却带头违反国际法, 并谴责中共对俄罗斯及其代理人的物质协助, 用此涵盖更广的范围。 在同一段落中, 英法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, 双方也将协调航空母舰等军事部署, 以促进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。 英法联合声明也持续谴责中共侵犯新疆与西藏的人权, 践踏香港自由与自治的权利。 不同于2018年的英法高峰会, 当时并未关切中共的恶行, 这次的联合声明显示出英法两国对中共的态度已然发生转变。 新唐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。